他們告訴我這個人不錯 那這個人是他們的主任 姓管的 那我就問他說 請他幫我打聽 那他說這個 還有一個叫陳中和人 所以我也想去看看 江媽媽之前不就是在國泰看嗎 對 但是看神經內科 我覺得神經內科跟專門的心臟科 還是有一些距離 所以我還是希望聽到 第三者在評估 就問你要兩個看來是多數 不是多數的問題 因為我當時我懷孕的時候 那個醫生誤診 我是正常的懷孕 他誤診說是性病 因為可能他看的性病太多了 所以忘記了 把我也弄成性病 所以就給我打針吃藥 那我被診出來是性病 當然是很不舒服 我就打電話去罵我先生 因為我12月31號結婚了 一月底就檢查出來有性病 當然是心裡非常的不爽 打電話去痛罵他一頓 我先生說我跟你發誓 我沒有其他的性伴侶 那我就去跟醫生說 我說我先生說 他沒有其他的性伴侶 過幾天去看就說 你懷孕了 懷孕了 懷孕了 太誇張了吧 那我說懷孕了 那我這個小孩子怎麼樣 他說不能要 因為我已經給你打了很多的藥 啊 哇 就你知道嗎 我剛剛才結婚呢 一個月 對啊 那這樣真的是 我是進門洗耶 拿後來的 我就每天愁眉苦臉 那我的同事看到我就 就跟我問嘛 那就給我建議這個醫生那個醫生 建議了四五個 建議了四五個 前四個 都說沒有辦法 都說要拿掉 前四個 包括洪恩的 北一的 洪恩北一 長榮 長庚 還有一個好像是中山的 都是私立醫院 就是說 我當時大家認為好的醫生 都是要拿掉 後來 那第五個醫生說 maybe 他說你這個受精卵 如果著床了 著床的時候 他就會吸收到這些藥物 對 就不能要 如果沒有著床 那他就沒有受到這個影響 就可以要 那他說但是 你那個時間點 很難判斷 就是 就是要著床不著床 所以他說maybe 那誰也不知道他著床都沒有完 然後又 那時候我那個 快要過年了 那個臉臭到不行 憂鬱的 結果我爸爸看到 就問我說怎麼樣 因為我每天晚上都 請假去看醫生啊 那你第一個醫生沒有告他啊 幫你那個物質 哎呀那時候 什麼時候了還去告 哎呀你有力氣搞這個嗎 而且 甚至是磨害一個生命的 哎呀拜託拜託 沒有那個力氣 然後後來 完全我從頭到尾 我都沒想到要去告他 後來呢 後來我爸爸知道了 他就跟他的朋友講 那個朋友就叫我去看他看的醫生 嗯哼 就是無相打 嗯哼 也是榮種 那時候的一個醫生 那時候他不在榮種 那時候他在中山 嗯哼 中山是那時候是貴族醫院 對 很貴 但是也去了 嗯哼 然後他跟我說 嗯哼 那時候沒有去看他哦 只是 因為我那個朋友 經常都給他看 所以有他電話 嗯哼 就打電話給他 請問他相關 對對對 他就說 可以保留下來 可以保留下來 為什麼 對啊 那我 先生就說 哎 那請問你有什麼 根據嗎 嗯哼 他說有 你來我翻給你 哦 他去的時候 對 那去的時候 那因為我先生也是念 神話的 對 我先生也也拼了 拼了命任的找資料 嗯哼 結果 我有一個乾妹 也是台大的醫學生 嗯哼 所以他們兩個就去 去看那個醫生 嗯哼 然後他拿出來的文獻 就跟我先生查到的一天完全一樣 嗯 好像是說他們有做過 類似的 類似的 study 嗯哼 因為也有人有這種問題嘛 嗯哼 所以他就 集合了一些案例以後發現 OK的 嗯哼 一天是OK的 那毒性不至於殺死那個 嗯哼 所以就 所以就那個 嗯哼 所以就保留下來 我家人 我家人都是到馬街醫院 有啊 他們之前的院長 一個姓什麼的 我老爸看了他二三十幾年 你是看心臟嗎 心臟那個啊 做到院長啊 馬街醫院的院長 嗯哼 我去問一下 他跟他很熟 他有什麼狀況都是找他看的 哦 對 那也在業界算是 蠻有名的 因為 做到院長嘛 街這種大醫院的院長 嗯 總院院長 不是分院 嗯哼 嗯哼 對啊 叫什麼意思 我回去問一下 那時候有講 可是我都沒有特別去背 OK 好 今天先到這邊 好 那就這樣了 好